基隆市是睽違八年 由綠地變藍天 國民黨基隆市候選人謝國良 票數在超過九萬票的時候 自行宣布當選基隆市長 謝國良受訪時機動哽咽 還跪地客頭謝天 而對手是民進黨的 基隆市長候選人蔡適應 強調敗選是他自己努力不夠 我們這場選舉終於獲勝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國民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在票數超過九萬票時 牽著太太的手 開心自行宣布當選 除了感謝選民支持 也謝謝太太當他的後盾 受訪十一度 記憶動落淚 當場跪地磕頭謝天長達十秒 謝國良才緩緩起身 因為這是國民黨在基隆選戰中 睽違八年才從綠營手中 拿回執政權 在選戰中 謝國良與民進黨的蔡適應 兩人拉鋸激烈 雙方在黑金洗錢等議題 攻防不斷 如今基隆綠地變藍天 蔡適應 情緒低落 標示自己還不夠努力 那我只能說自己努力的不夠 做得不夠好 那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的市民 給我們支持 那我在這邊也要預祝我的對手 期待他未來的四年過程當中 能夠帶領著基隆 繼續往前進 一人祈祈到過後感謝大家 另外在綠營大票倉 屏東縣出乎大家預料 開票過程藍綠雙方票數 陷入膠著 直到晚間八點五十分 民進黨屏東縣長候選人周春敏 守住綠營基本盤 拿下約五成得票率 成為屏東縣首位女縣長 為民進黨守住南台灣的江山 讓大家久等了 在這裡 九春米 可以跟大家宣佈 九春米共算 我們屏東完整 謝謝大家 我不曉得他們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們可能會暫時 終始計票或者是要求驗票 或者是要等中選會調查結果 是什麼樣 疑點重重 我們有疑慮 蘇清泉認為選舉結果疑點重重 不排除提起驗票 但國民黨這次得票率高達四成六 和四年前相比大幅成長 顯示屏東選民結構出現變化 讓綠營在屏東贏得驚險 記者總道 我愛上